2014年复活节中国教会新增2万名教友 大家好,欢迎收看袁以光电视教会透视节目,我是邓素红 5月25日,教宗方济各圣地朝圣之礼第二天的活动 以圣幕大殿内的基督徒合一庆祝为高朝 教宗保禄六世和阿特纳哥拉大公宗主教 历史性拥抱50周年之际 圣地各宗派的基督教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共同举行礼仪 在举行礼仪之前,教宗方济各和君斯坦丁堡大公宗主教巴尔多路茂一世 在圣座大使馆举行了诗人会晤 会晤结束时,两人签署一份联合声明 其中写道,我们呼吁基督徒、各传统宗教信徒及所有善心人士 要意识到此刻的紧迫性 他要求我们寻求人类大家庭的修和与团结 完全尊重合理的差异 为前人类和后代子孙的益处着想 教宗和宗主教也深知 完全共荣的目标尚未达到 因此,他们重生要一同向基督徒的合一迈进 并寻求以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其他传统宗教的真正对话 教宗以宗主教致力携手为人类服务 尤其捍卫生命各阶段的人性尊严 保护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的神圣性 从而促进和平与人类公义 回应人在折磨世界的苦难 教宗和宗主教承认 应该坚定不移地对抗饥饿、贫困、文盲和财富分配不均 我们的任务是努力共建一个公平与人性化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 任何人都不会感到受排斥或被边缘化 2014年复活节前后 信德文化研究所照惯例 聚系联合信德报进行了国内教会复活节 领洗人数统计工作 截止到4月30日下午4时 统计数据显示 2014年复活节前国领洗人数为20,04人 其中成年募道者占70%以上 反映了各地神长教友 在扶船上所取得的成果 即信德文化研究所李国双修女介绍 这是继2007年以来 该所第七次对国内101个教区的复活节领洗人数 进行较为前面的统计 从2013年起 为了让数字更加准确 人子统计顺周六及复活主日这两天的领洗人数 虽然这已经是第七次统计领洗人数 但工作人员遇到的困难依然较多 比如部分教区主教 唐区神父的电话联系困难 又没有其他人负责这方面的工作 导致统计不到数据或统计到的数据不完整 当中河北省 邯郸教区有近千人领洗 邢台三地则高达1480亿人 江南教会温州教区今年复活节 该教区总共有641人领洗 比去年同期又有增长 以农村堂区为主的山西长治教区 今年复活节共有125位成年牧道者领洗 较去年有所增加 值得一提的是 庆县和平顺县以前几乎没有教友 近年来随着传道员们的踊跃赴传 领洗人数逐年增长 成果洗人 在此让我们以岛声祝贺所有新教友 在加拿大多伦多位于万景市 2130号Roddy Road的天主教圣朝贵英堂 将于6月8日星期日上午 90至下午4时 进行堂区同乐日 当日活动包括美食平场 物品义卖 摊位游戏和歌唱表演等节目 邀请大家与朋友一起同来参加 为了环保 鼓励教友自备水杯局餐具 有关驳车及巴士服务详情 请浏览唐区网页 sternestchild.org 或致电唐区办事处 905-887-7922 教会透视报道完毕 再会 连接教宗教庭活动 见证历史 展望未来 言语光电视 您的天主教频道 新一季度中文制作 梵蒂冈连线 拉近梵蒂冈 与您的联系 一起见证历史 展望未来 梵蒂冈连线 加东时间 逢星期二黄昏六时 全国播出 网上同步直播